4000吨顿购机挖穿喜马拉雅山 中尼铁路如今竟被修成这样 遭各国嘲笑的工程即将完工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观看中华振兴的科普视频 若您感觉节目内容颇具吸引力 我们诚挚地邀请您点击订阅 以便您能够持续追踪我们每期节目所带来的新鲜与启迪 不错过任何一份精彩 你能想象中国会在中年积雪冰山的喜马拉雅山修建铁路吗 是的 这个项目已经开始了 等到建成那一刻 它将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 这一工程预计2025年完工 而中国之所以能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下修建铁路 主要得益于中国最新研发的世界最强盾购机 精华盾购机 那么这个盾购机在施工过程中是如何帮助我们的呢 中国为什么要花大力气修建中尼铁路 喜马拉雅山平均海拔6000米以上 是中国和尼泊尔以及印度 布丹等国的天然分界线 因此 要修建一条连接中国和尼泊尔的铁路 就必须穿越喜马拉雅山 中国和尼泊尔很高兴 但印度很难过 然而这条铁路在谈判建设期间却一波三折 我们都知道 尼泊尔作为中印交界的边境小国 经济一直没起色 主要原因和中国之间有大山相隔 却又被印度三面包围 因此经济总体上对印度十分依赖 早在中尼铁路之前 印度就曾和尼泊尔商量过要建造印尼铁路 但明眼人都知道 这是印度想要加强对尼泊尔控制的最佳手段 因此尼泊尔迟迟没有同意 反而在稳定印度的同时和中国沟通中尼铁路的建设 最终谈判成功 中尼铁路项目正式成立 而且尼泊尔对中尼铁路建设抱有坚定的决心 要知道尼泊尔目前全年经济总量仅为300亿美元 但修建铁路就要拿出80亿 所以如果最后没建成的话 中国将面对的舆论将压力倍增 喜马拉雅路线艰难 寒冷缺氧 中年积雪冰川 如果要在那里修建铁路 既需要过硬的技术 又需要能经受住那里恶劣天气的施工人员 这比修建青藏铁路要难得多 在很多外国人看来 修建一条跨越喜马拉雅山的中尼铁路是不可能的 但中国工程师正在慢慢将这个不可能的项目变成现实 中尼铁路是青藏铁路的一条支线 延伸至尼泊尔境内 该铁路包括中国段和尼泊尔段 中国段从拉萨出发 经过定日线河门布乡 最终到达位于中尼边境的吉隆县 虽然两地直线距离只有253公里 但地处青藏高原 地形复杂 导致铁路总长不断增加 由于喜马拉雅山特殊的地理环境 要求中尼铁路运营后的最高时速 必须在120公里以下 这足以证明中尼铁路建设的难度 正是在这样一个困难的背景下 中国工程师带着许多外国人的疑虑 开始了工作 如果要修建一条跨越喜马拉雅山的铁路 第一个难点就是如何在喜马拉雅山挖一条可以修建铁路的隧道 这个时候 中国的超大直径顿购机就该出现了 这台顿购机拥有世界领先的顿购技术 是迄今为止我国研制的最大直径顿购机 它的名字叫精华顿购机 要知道 12米以上直径的顿购机 业内一般分为超大直径顿购机 从尺寸上看 我国直径16米的精华号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当然不只是一个巨大的空壳 精华超大直径顿购机 是及机械传感 液压 光学 信息等多种尖端技术与一体的先进设备 具有极高的可靠性 所以从技术层面来说 精华超大直径顿购机也是世界领先的 它的最大挖掘直径可达16.07米 总重量为4300吨 长度为150米 高度甚至超过五层楼 是名副其实的巨无霸 这台精华顿购机 由中铁14局集团和中国铁剑重工集团联合研制 这是中国企业首次成功制造直径高达16米的顿购机 那么这种强大的顿购机 是如何在恶劣环境下挖通隧道的呢 顿购机 顾名思义 由两部分组成 即顿购和结构 第一部分的顿是指刀头和顿壳 用于前进和防御 结构的第二部分是指灌浆和管片衬器 用于施工和建造 顿购机结构复杂 主要包括导向系统 绝境系统 同步柱浆系统 扎土改良系统 拼装系统 密封系统等 那么 这台机器是如何工作的呢 当精华顿购机再次开挖隧道时 装配在自身前端的千斤顶会进行反向助力 从而给机器一个向前的力 然后通过机身前端的刀盘高速旋转 将隧道内的土层和岩石切割 将这些粉碎后的扎土通过管道送出隧道 同时 安装在设备内部的分段将被灌浆 从而形成稳定和永久的结构 简单来说 当顿购机前进时 会同步喷射一些液体 使前方的土壤变软 从而更容易切土 不仅如此 这套设备还会加固隧道 一次成型 虽然西方国家认为 中国不可能挖这条隧道 但北非的甘塔斯隧道 中国的胡马岭隧道 大瑞铁路线的大珠山隧道 可都是中国创造的奇迹工程隧道 咱的实力还有人质疑 开玩笑吧 其实早在很多年前 我国就开始使用顿购机挖隧道 但我们当时使用的顿购机 没有一台是我国自主研发的 直到2003年 中国才生产出第一台 国产设计制造的顿购机 在此之前 我们使用的顿购机 都是从国外进口的 1996年 我国在修建秦岭隧道时 为了保证施工人员的人身安全 尽可能缩短工期 我们曾经以7亿元的高价 从德国购买了两台二手顿购机 这两台顿购机 在当时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便利 但毕竟是二手顿购机 我们用了一段时间后 机器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由于我们自己没有顿购机技术 只能花钱请国外的专家 来帮我们维修保养这两台顿购机 但让人气愤的是 他们不允许中国人请专家 如果他们要派人来帮我们 需要给他们一天一万块的咨询费 当年是一天一万块 也算是天价咨询了 而且即使花了巨大的代价 请他们过来 我们还是需要他们来决定 顿购机的维修进度 如果对方拖了一年左右 我们岂不是白白多给了他们咨询费 那时候他们无非就是欺负我们没技术 坐在地上起架 简直恶心 为了不再求人帮忙 掌握更多话语权 进入21世纪后 我国于2002年将隧道绝境机关键技术研究 列为国家重点项目 然而 虽然我们的技术在国外起步比较晚 但在科研人员的不断努力下 我们不仅研发制造了自己的顿购机 还实现了弯道超车 甚至赢得了多个国家的订单 特别是在穿越喜马拉雅山的项目中 出现了中国的超大直径顿购机 这台顿购机不仅拥有世界领先的顿购技术 也是迄今为止 中国自主研发的最大直径顿购机 这就是精华顿购机 如今 我国研制的这款精华顿购机 不仅在产品性能上 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而且受到多个国家的青睐 赢得了不少国外订单 这不仅意味着我们彻底摆脱了 西方国家对我国顿购技术的垄断 也表明中国科技已经走出国门 进入世界舞台 也正是有了如此强大的顿购机 中国才能在喜马拉雅山 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修建中尼铁路 未来中尼铁路一旦建成 将成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 那么修建这条铁路 对我们国家有什么意义呢 要知道 中国每年去尼泊尔旅游的人数高达几十万 这条铁路建成后 去尼泊尔旅游的人数肯定会增加 相应的 通过这条铁路 从尼泊尔到中国旅游的人数也会相应增加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旅游业的发展 此外 虽然尼泊尔矿产资源丰富 但他们的开发技术仍然不足 如果未来中国能与尼泊尔达成合作 中国企业可以去尼泊尔帮助他们开采矿产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矿产企业的发展 刺激了中国国内经济 而且中尼铁路的建成意味着中国和尼泊尔的良好关系 也有助于扩大中国在南亚的影响力 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 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 科技能力是和国际地位挂钩的 如果没有世界领先的顿购技术 我们将很难建设中尼铁路 促进两国的各种交流 未来我们会研发出无数像精华一样强大的顿购机 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会进一步提升 中国会永远站在世界舞台上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被中国欺负的中国了 现在我们不仅在各个领域拥有自主研发的实力 而且已经做到了世界领先的地位 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 未来我们也将生产出无数像精华一样的强大装备 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将进一步提升 在这个世界舞台上 中国制造这个词一定会成为别人仰望的对象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 如果您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